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第二集的講Game 今集我們會為大家介紹的香港遊戲 是由本地製作團隊第一點心所製作的遊戲 心之南 心之南可以說是很典型的小工作室作品 它是一部文字冒險遊戲 而製作人名單之短 簡直是用貓斯拉半夜就可以看完的程度 但這遊戲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挺好的 因為遊戲的角色納繪風格獨特而有吸引 角色的設計和遊戲背景用了戰後歐洲為藍本 因此散發著一股復古風 題材亦有別於最常見的學生愛情故事 講到本作的主題對於我自己來說就更加特別了 在心之南入面大家要扮演著一個女生 你會受到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邀請 去暫時照顧一個內向的黑肉美少年 你到底可否解放她受傷的心呢? 沒錯,這個一個姐姐養正態的遊戲 也就是我第一次玩這種女性向的遊戲 你玩夠不夠特別了? 我對上一次認真玩文字冒險遊戲 已經講到2Hearts 2 什麼X-Rate 什麼Another Day 純情如水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遊戲的進來方式會以獄城為主 玩家會有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跟黑肉正態雅克相處 透過每天安排行程去獄城雅克 在過程中跟他增進感情 並將故事導向不同的結局 突然有人帶過來修養 一開始只可以摸頭三文字 啊,頭好痛啊 文字冒險的遊戲玩起來 一般就是看你可否觸發到事件 用常見的男性向後攻遊戲來說 就是在日常之中增加攻略對象的好感度 當好感到達到一定水平時 就會觸發一些事件 在指定的時間內成功觸發所有必要事件 又或者好感到到達一定的值 就可以到達結局 但是以獄城為主的心之欄 就不只是以好感度為唯一的標準 因為雅克的能力值是影響遊戲結局的最大關鍵 譬如故事頭幾天就會提示大家 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猜迷比賽 這個時候大家就培育雅克 讓他相關能力提高至足夠的水平 這樣才可以參賽直至早期提高大量好感度 這樣才會比較容易進入good ending 這個解謎比賽只是一個例子 同時它也是整個遊戲的寫照 遊戲中還有好幾個重要事件 都會要求玩家在期限之前 將雅克的能力值又或者好感度 提高到某一個指定值 才可以觸發到 所以好感度要高之餘 還要提升得快 導致某些結果的容錯率真的很低 我敢說他九成人玩這遊戲 第一次都會衝入bad ending 不信你自己買一隻回去試試 當然這遊戲的結局有不少 不同的育成選項都會帶你進入不同的結局 所以靜態每一天點過 你自己看著他 心之南我認為是一隻很獨特的遊戲 除了因為他是女性向遊戲之外 他的故事也比較偏重親情 題材上可以說比較清新 除了題材之外 畫風也是比較別樹一格 在影片播出之前 我訪問過心之南遊戲製作團隊的遊戲企劃 他表示這種選材 是因為他認為Gamer 就要去挑戰自己未嘗試過的東西 所以他走鬼了去挑戰月女遊戲 真厲害 同時他也承認心之南是有不足之處 譬如不少玩家會和他反映遊戲難度太高 對此他認為原因是心之南 本身就想造成一部Hardcore的文字冒險遊戲 所以他就不想把劇情提示做得太明顯 對於玩家的意見 他們都會好好去聆聽 在我個人的體驗中 我玩的版本 對於重大劇情已經有給了提示 只是依然很難意識到要怎樣才叫達成 例如遊戲會提示你 你去訓練阿克的體力 但玩家始終不清楚 體力就要去到多少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時間 讓你達到目標 就憑我自己試這個True Ending的經驗 我發現是真的要玩成極限配點 對靜態阿克進行反人類高強度訓練 才可以達成True End 所以玩了五臭目之後 我已經沒辦法當它是人類 但同時我也找回 舊式文字冒險遊戲 不停的save load 尋找Good Ending的感覺 老實說這遊戲的題材 就不太適合我 始終我都不喜歡玩月女向的東西 但我認為以這遊戲的售價 45元港幣來說 本來的遊戲體驗也是值得的 支持良心本地製作更加無價 所以下次朋友問你 香港究竟有什麼遊戲 你可以回答他 很多的 我們連月女遊戲也有 那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多些關心 和支持香港的本地遊戲製作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 給他了解來 或者請坐好 那些遇見 走 鬧